佛法界里都确确实实 有一生成就的法门 这就是净土宋 一心念佛 待一往生了 善道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许 一个都不会漏掉 你要依照经典所讲的理论方法 终极的方法还是叫你放下 所以念佛团的团主 时时刻刻提醒大家 放下身心世界 一心念佛 那没有一个保皇人 就像欧益大师说说的 那欧益大师是视线给我们看的 他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样的品位 他就满足了 他要求不高 他说我能够 下下平往生 我就很满意了 很知足了 这是一句 非常 忠实的 开导 凡圣同聚土 下下平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 里面虽然有四图三倍九品 但是 他里面没有障碍 凡圣同聚图里面的同学 天天跟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文殊普贤在一起 那这些菩萨 那这些菩萨是十报专业图 那我们这个世界 十报专业图跟凡圣不在一起 不是同一个空间为此 西方极乐世界很奇怪 那四图三倍九品 是同一个为此 你天天在一起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法 生同居图 同时也生是报徒 那生是报徒 同时也生同居图 我以前讲的这种事情 我用一个比喻 阿弥陀佛在这个大教室里头教学生 这个教室里头有幼稚园的学生 有小学生 有中学生 有研究所 还有波士生 都在一个教室上课 这就像极乐世界 那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他都给你分开了 唯独极乐世界是一个样的 所以你什么样的人物你都能看到 这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第三个周边是夜城 寒荣空有边 这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一定要修 为什么呢 我们的心量太小了 为什么这么小呢 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严重的执着 心量越小 你的生活空间就越小 最小的空间在哪里 在阿比迪 严于所谓 量大佛大了 你没有多量 你就是没有佛报啊 这个佛报跟心量成正比例 那你本来的心量呢 本来心量就是此地所说的 寒荣空有 寒空 就是心包太虚 荣有 就是量周杀戒 这是你原本的心量 现在心量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变得这么可怜 这是学佛 特别是学大臣 尤其是学净土 净土那个心量 还得了吗 刚才跟你去的比喻 司徒三倍九品 在一个讲堂上扩 这是什么心量 你还要分彼此 往生就造成障碍了 往生没有障碍 不再分彼此了 一定要把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妄想放不下 至少要把分别执着放下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得练功 要包容 我们平常很不愿意接纳的人 要包容这个 愿亲平等 这叫修正功夫 这叫修正功夫 修学佛 不再文字 不再言说 过去李老师常讲 要改心 这个话说得好 说得深刻 把我们的心 要改变过来 恢复到自己的 清净平等修 的无量寿的经体上 平时出来了 什么样的人 能生进度 清净心的人 能生 平等心的人 能生 拘耳不迷的人 能生 我们拘不拘备 这三个条件 拘备这三个条件 你就有信心 我这个神 决定的神 清净不再受染污了 什么东西染污 我们 自私自利 染污我们 明文立阳 染污我们 无欲六尘 染污我们 无欲里头 财色明是水 染污 六尘 色受 不是 色身相味出发 染污 环境的染污 还有 贪嗔 迟慢 烦恼的人 这个东西 要放下 我常讲 这十六个字 你能放得下 修其他的发门 你直到门口 你没进门 但是念佛的人 进门 只要这个方向 肯定 生凡生 同志 土 到基督时节 でしょう 照片 各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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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